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前来赴宴的好些明星夫妇如今都分道扬镳或是经历重大变故 让人感叹物是人非 黄晓明和安德拉贝比也在结婚后贫秀恩爱惹不少人羡慕 可近几年夫妻俩鲜少同框 也不怎么互动了 所以关于他们离婚的传闻愈演愈生 说到两人同台还要追溯到一年前 两人作为夫妻出席一个商业活动 当时黄晓明还贴心的为杨颖提裙子 19年年底 两人前后搬飞机降落在同一机场 却并未一起走 有偶遇的粉丝问到这个问题 黄晓明还尴尬的磨磨汗 两人再传婚变 而这样的事情在这一年多没少发生 同样去年9月份 两人参加活动接受采访 和其他明星夫妇合体采访不一样 他们是分开采访 今年2月份baby生日 黄晓明在社交账号上为其庆生 一晚上baby都没有回复 反而是感动了一大批粉丝 祝福他们一家三口永远幸福 前段时间老艺术家于兰去世时 其他明星夫妇都是同送一个晚连 而黄晓明上面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5月27日 还是黄晓明与杨颖的结婚纪念日 两人同样没有任何互动与表示 算起来两人已经超过半年 没有在社交账号上互动了 不可否认 近些年黄晓明与baby之间关系 看起来不似以往亲密 但也不能认定已经离婚 特别是在此次判决书公布后 更加证实了二人的夫妻关系 1977年黄晓明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一个小康家庭 19岁的黄晓明住着拐杖参加北电的考试 没想到让表演唧唧 说青岛没有唧唧 让表演抓蝴蝶说自己不让公园的黄晓明 因为不懂辩通被老师留下了 在黄晓明参加中电考试的那年 Angela baby刚满七岁还在上小学 大学毕业的黄晓明在大汉天子选角的时候 被老师推荐到了剧组 没想到一演完这部戏 黄晓明就爆红了 黄晓明红的时候呢 Angela baby才11岁 正在学校里寻思怎么逃课出去玩 Angela baby的父母看她这个样子 不好好学习 感觉学业无望 为了满足她想进娱乐圈的心愿 就让她去主持了一档儿童节目 可是总在儿童节目里混着也不是办法 Angela baby转身进入电视界 在TVB下主持一个节目 还拍了个文艺片 拍了一组非常赖眼睛的照片 但是除了搞了个那个时候 也挺糊的男友陈伟婷之外 别的还是一无所获 可那时候的黄晓明在内地 基本上已经激进一线小生的行列里了 为了美丽 Angela baby戴上了牙套 这个牙套就是Angela baby的封印 摘下之后 她的人生就来了个质变 此后呢 Angela baby在香港嫩魔界的地位一路上涨 甚至被封为嫩魔掌门人 2009年红了之后的Angela baby 立马扭身甩了陈伟婷 并顺势搭上了黄百名 和黄子环这对父子 也就是在这一年毫无交集的Angela baby和黄晓明相识了 这一年呢发生了太多事情 黄晓明几年前被人逼迫着买了华裔的180万之骨 在2009年华裔上市后 一夜之间呢 黄晓明成了亿万富翁 而baby这边并没有和黄氏父子纠缠了太长时间 而是转身去了日本发展 黄晓明和baby的恋情被曝光也是在这一年 两人去台湾宣传电影风声 被狗仔拍到baby给黄晓明批浴巾 还为了得到黄晓明的欢心 在他生日的时候穿上水手服跳舞 而且那个时候黄晓明还是有个女朋友李飞儿的 没想到baby就这样把李飞儿挤走了 明显呢黄晓明家里刚开始还不怎么喜欢baby 早在baby2010年生日的时候 就被拍到哭得梨花带雨的 之后又有媒体拍到黄晓明在机场 插着腰训斥baby的照片 黄晓明也不像自己在节目上表现的那样 对baby疼爱有加 有女友的时候曾经多次公开示爱赵薇 还说赵薇是她的梦中情人 甚至呢还要跟赵薇借位亲吻 不仅如此黄晓明有一次还被网友撞见在上海的某酒吧 而且还左拥右抱 十几个网红脸陪酒 该网友还来了剧 明星的婚姻真的不可信 没想到baby第一时间就冲出来维护黄晓明 称自己就是夜店 有人会问baby这么卑微 最后得到了什么 很明显baby靠着黄晓明这块大招牌 可是得到了不少人脉盒资源的 一个学没上完 不是科班出身的baby 除了会拍几张照片 不会演戏却拿到了不少大制作的电影和电视剧资源 为什么呢 答案不言而喻 不过baby也挺争气 2013年的时候和杨幂 刘诗诗 妮妮并称为四小花旦 确实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近年黄晓明在节目上称 感觉自己已经掉下一线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戏约了 这个时候的baby也早已经不是那个为了讨黄晓明欢心 穿上水手服的他了 现在的baby在黄晓明生日的时候 只有一句没名没姓的生日快乐 两人呢 基本上也再无合体 有人说 两人早就已经婚变了 这段满是利益关系的婚姻 恐怕早就名存实亡了 7月17日中午12点 乘风破浪的姐姐准时更新 节目进度已经到了第三轮公演舞台 本期内容正是吃瓜观众最爱的选取环节 没想到播着播着 节目气氛都变得低落了起来 不少观众也觉得心情沉重 全是因为选人环节安排的太明显 简直是人间真实 核心人物就是孟佳 孟佳自从上一次选取失利之后 就成了绝对幸运一 一路凄惨 坎坷重重 这一期呢更是被架到火上烤 选人过程中数次轮空 成了彻底的祭天组 根据爆料孟佳本人也将在这次表演后淘汰 完全没有逆风翻盘 而这一过程中 节目组黄晓明甚至还有姐姐们 都成了孟佳一步步走向淘汰结局的推手 他们其实也都没有错 只是遵循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才更让人觉得无奈 先看节目组观众对他们随意变化规则早有不满 这次选人环节更是把规则不合理之处 体现的淋漓尽致 首先呢就是选取 节目组提供的四首歌 总是安排一首慢歌 并不适合竞技舞台表演 投票时候充满劣势 也许节目组是考虑到有的姐姐不擅长跳舞特意安排 可最后呢却是坑了孟佳 不仅如此之前选人都是先组队后听歌 这一次呢先听歌再组队 又提前说明选取顺序是按照观众喜爱度排列 作为第二次公演习爱度 倒数第一的孟佳只能去大家都不想要的慢歌 画样年华 画样年华呢所有人都不想要 孟佳就选到实力较好 观众人较高的队友 在他选人的时候 蓝莹莹甚至低头玩起了手机 所有人呢都在躲闪他的目光 尽管孟佳表示姐姐们不是针对他 只是回避这首歌 但面对这样的状况 没有心理压力是不可能的 就让孟佳彻底陷入了 选不到歌选不到人 表演不好排名靠后 选不到歌的恶性循环 组成了全是短板的最弱组合 还没表演就知道一定不会赢 还没表演就知道一定不会赢 再来就是黄小明 上一期的节目 他与魏大勋的主持就有些翻车 好不容易累积的好感值开始下跌 到了这一期 因为孟佳观众又一次醒悟 小明还是那个小明 人是不会变的 观众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也是因为黄小明在选环节里说的话都太扎心 之前塑造的暖心人设一招崩塌 网友觉得原来他的暖心还是分人的 面对孟佳这种咖胃和人气都有些不足的姐姐 他就没那么贴心了 张雨晴临近都不想继续当队长的时候 黄小明什么也没说 孟佳也说不想当队长之后 黄小明就来了一句 孟佳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之后呢 经历了选取磨难的孟佳 接收了剩下的没被选走的姐姐 黄小明对着被孟佳选走的人说 最后你们三位对不起